夏总监对你的设计非常美买 我现在 对金融版传承上市更有信心了 谢谢你 那当然了 我说过 我对我的作品很有信心 喂 他在 等一下 找你的 绽线 三点的时间 那个自卑的沈佳心 已经完全不在了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可能睡少了 他刚说什么了 他说 他们公司其他的包装改版 也想找我谈合作 还问我未来两年的规划 陈嘉欣 你真的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陈嘉欣了 以前你那么没有自信 不管我怎么说你好 你都不相信 但是现在呢 在你面前不自信的人 反而是我了 你 你怎么会不自信呢 曾经一个很需要我的人 现在他不需要我了 而且在他的地盘上 他有可能随时把我给卖了 多少会有些不自信吧 我是长大了 又不是学坏了好吗 你也累了 赶快回去休息吧 我们再找时间 谈后续的执行 我该回上海了 之后的工作 会有专人给你对接 也好 反正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总是不合 这样换一个人 来谈后续的执行 也好 那也省得我们吵架 是啊 那 很高兴和你合作 也谢谢你 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 别客气 这是你应得的 这是你应得的 那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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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嘉倩 对不起 三年前我不应该 黄西逸 我曾经做过你的妻子 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幸运了 所有美好的回忆 都值得我回味一辈子 没有你 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已经不恨你了 但也就只是 无聊的心声 你爱谁我也无所谓 半生人生不过短暂几十年 感慨就不浪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